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刚刚试戴了一会儿 这个耳机非常的舒服 它的舒服主要体现在轻还有软 这可能是我用过的头戴式耳机里边最轻的一款 这个耳机戴上之后 无论是左右耳朵还是头顶的缓冲垫都非常的舒服 和我之前用过的头戴式耳机相比 它几乎从重量上就相当于没东西吧 然后它上面这个横梁也是可以调整长度 根据你头的大小调整它的长度 除了这两个绒面的内衬之外 它还送了两个布面随时可以更换 另外它也给了两根耳机线 现在我用的是1.8米 因为我和我的声卡距离不是很远 它还送了一根3米的耳机线 如果需要的话我也可以把它给换上 多送的这些配件也正是它跟之前的HD490 Pro相区别的地方 从外观上可以看出这是一款开放式的耳机 所以它听起来会比封闭式的耳机更加的自然 当然如果你要是用话筒来录音的话 我就不建议用这种开放式耳机了 因为这两边都是开放的 所以如果离话筒比较近的话 它会串进声音去 但如果你要是用它来毁音的话 那就领当别论了 你会感觉到声音非常自然 声场比较开阔 而且这款耳机也是比较好推 刚才我从声卡上拔下了我之前用的耳机 直接把它插上 没有去动音量 我就发现声音变大了 所以理论上你应该不用再另加而放 差不多所有的设备都可以推得动 现在我给它插到手机上试一下 前面6.5的头可以拧下来 直接变成一个3.5 我来听一听 现在我的音量差不多开了一半 大家听一下 非常的好推 你不需要任何附加的耳放出来 然后我还发现它另外一个设计特别好的地方 非常人性化 就是它左右耳朵下边都可以连接耳机线 而且连上之后不会影响到左右的相位 该左边就在左边 该右边就在右边 也就是说这个线你插在左边 还是插在右边都是可以的 都是效果完全一样 这会带来一个好处 就是你可以把你的设备任意的放在你的左侧 或者是右侧 再或者当你戴着耳机要演奏一些东西的时候 你显这个耳机线碍事你可以把它从左边或者是右边摔过去 就不会有那种很别扭的 让这个线在身上绕来绕去的状况出现 另外这个耳机送了一个非常结实的盒子 在这边你可以把耳机放进去 那在另外一边隔开的夹层 这边你可以放连线呀 然后其他的耳套啊 或者是你的一些其他设备 这个还是非常结实 不过可能我不会用到这个壳子 因为这个耳机就这么拿着 它实在是太轻松了 在户外用的时候 完全可以这样把它挂在脖子上 另外一头插在手机或者是录音机 或者是你想听歌的设备上 如果这个包装里能再给个袋子 我想对我来说就完美了 然后咱们再来看一个小细节 真的是设计非常用心 这个设计最大的好处就是 无论我们以什么样的角度 什么样的方向去窝这个线 它都不会形成死弯 可以有效的保护我们这个街头 并且它也不是整体都是电发线的结构 因为如果是那样的话 很容易线跟线落在一起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缠绕 造成那种解不开理还乱的尴尬局面 这个设计就解决了这样的尴尬 然后这两边都是可以360度旋转的 这个也是看起来非常的灵活 出门的时候我可以这个冲前 这个冲后把它叠在一起 然后拿这个线一捆 这样的话无论是体积和重量 都可以控制的非常好 像之前的一些耳机设计 你无论怎么叠它 最后都是支撑成一个特别大个儿 真的是深得我心的 最后我想跟大家探讨一问题 就是不知道你们大家平常混音的时候是喜欢用耳机还是音箱 我的观念就是在这种像我这样不是很理想的升学环境下 我会先用耳机来做一些事情 调整一些细节 然后在音箱上去整体的听 最后再回到耳机上再微调一些细节 我不能说我这个思路是完全正确的 我的意思是说你要混出一个相对准确的声音的话 你必须在耳机和音箱甚至一些其他的设备上反复的对比着去听去确认 什么是准确的声音这个事可能也没有一个绝对值 只能说在大部分设备上听起来都是舒服的 你这个东西就差不多了 总之就不要指望某一个单一的监听设备可以满足你所有的需求 当然我们也不可能每个人都有条件去买那么好的监听设备 或者把自己家里装修成一个非常标准的监听环境 在这个时候一款比较靠谱的耳机就相当直观重要 那么来自森海塞尔的这支HD490 Pro 我还是非常满意的听下来这个听感也很自然很通透 更何况它还plus了一下 还给了这样一堆很实用的配件 那就这样吧 咱们下期见 拜拜